据英国《每日柔报》8月31日报道,是地球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临界点在未来20年内。 根据气候科学家的说法,如果各国政府不能果断地采取行动来应对全球变暖,那么到2035年,人类可能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阶段。 在此之后,任何阻止地球变暖的行动都不足以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。 科学家说,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致命的热浪和洪水,研究还表明,阿里气候协定所规定的,到200年将气温限制在1.5度和2.7度,F的最后期限可能已经无效了。 来自Utrecht复杂系统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想要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,无法挽回的时间节点。 他们认为,在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之前,又在最近一年就开始大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 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,牛津大学的马提亚艾涅根·海瑟特说,无法挽回的时间节点,的概念,只有包含时间信息的优势。 他说,我们认为这非常有用,可以为有关采取气候行动,的紧迫性的辩论提供信息。 专家表示,如果你更快的速度减排,将使用和再生能源的比例,每年提高5%,那么人类将会赢得10年的时间。 首先,荷兰乌德勒质大学的研究人员亨克迪杰斯特拉·汉克·迪克斯特教授说,在我们的研究中,我们发现采取气候行动是有延格的最后期限的。 他说,我们得出的结论是,在实现阿里气候协定的目标之前,即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.5摄氏度或2摄氏度。 即使考虑到大幅减排战略,作胜时间也是相当紧迫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